今天廣州市政府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 重新推普废月是个伪命题 新闻发言人更加直戚 推普废月是无是生非 无中生有 无厘头 新闻发布会上 广州市政府新闻发言人重新 广州市政协关于广州电视台综合频道 应该增加普通话节目播出时段的建议 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所演绎 是根本不存在的 属于只去乎有的伪命题 一直以来广州市委市政府 与广州市民和热爱广州的社会各界人士一样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都热爱广州 广州依法依规依情依礼 都不会搞所谓推普废月 稍有尝试的人都会发现 这个话题 用广州话来说 完全是无中生有 无是生非的某一套 试问世界上有哪一个族群 会去毁灭自己的语言 除非是被灭种灭族 发布会上也都公布了 广州警方依法妥善处置 725人员聚集事件 发言人说 今次事件是一位来广州出差 姓鱼的湖北籍男子所为 目的是煽动网民非法聚会 造成社会不良影响 警方已经依法对其行政拘留五天 而725当日 的确是有人员陆续在江南西 地铁A出口聚集 最高峰的时候达到数百人 考虑到该地点处于商业旺地 又是交通书楼 容易演变成为公共安全事件 警方发现之后 及时派出民警维持秩序 到晚上7点多 聚集人群逐渐散去 现场秩序恢复正常 现场没有发生任何冲突事件 警方没有接报刑事治安案件 欧阳永胜还说 从广大市民保护粤雨的热情当中 看到大家对粤文化 及对广州的意外 放心吧 广州永不会沦陷 粤雨依然坚挺 我们不需要质疑是哪个人 在网上发帖 因为在网络上 什么都可能有得发生 更加不好 不需要将不同地方的人 对立起身 千万不要 而最重要的是 我们想说的已经说得很清晰 表达了出来 也有人听到 其实通过这次这件事 除了保护广州话 其实都在呼吁不同地方的老友 都要保护好自己的母语 每一个语言 除了有自己的语言特色 有自己的音调 有自己的文化之外 还有这种语言的思维方式 这是很重要的 它直接会影响到你思维的方法 和你的性格 所以说好自己的母语 应该是由自己开始 除了语言要传承 丰富的词会也不能少 想语言说得生动精彩 你不能一美靠 敬强爆 敬强超强超敬 不可以只靠这些 太多东西想说 但没什么时间 所以我很闯缩地写了 这几句话 其实一句话 用它来结束我对这件事的评论 我有自己立场 撑眼心中理想 月韩四海飘扬 语言超乎想象 咱们